我見到一隻 雀仔 雀雀 一隻 雀仔 五歲的子羊有自閉症 三歲開始接觸音樂治療 以前不肯望人 又不喜歡說話的他 變得開朗 說話的時候更加會間中望人 音樂治療其實可以幫助小朋友幾方面 包括例如眼神接觸 情勢控制和專注力問題 聽指令的能力 有特殊需要的小朋友 例如自閉症 普遍都不喜歡望人 但音樂治療裏 小朋友要望治療師 才可以跟到指令 變成他慢慢習慣望人的眼睛 他們就沒那麼怕 變成會改善眼神接觸問題 小朋友很多時都不懂表達自己情緒 容易發脾氣 但透過音樂治療的時候 他可以學習如何表達自己情緒 情緒會慢慢舒緩 所以行為問題也會少些 特殊這些音樂活動 亦有助訓練小朋友的專注力 譬如他要專注聽治療師的問題 聽治療師的指令 他們才可以做到他們要做一些動作 遲遲都不同的 你要專心我可以嗎 可以 藍色手請你啪啪啪 綠色手請你啪啪啪 家長可以嘗試在家裡和小朋友 玩類似的小遊戲 訓練專注力 很多時家長都反映 可能小朋友回家 情緒會平靜了 聽專注的能力又高了 在香港執業的治療師不多 費用亦不便宜 但其實有些非牟利的機構 亦都有音樂治療服務可以申請 家長都覺得照顧上面 或者教他方面 沒有那麼吃力 所以我們會繼續申請一些撥款 去支持這些音樂治療小組 費費手說Bye 我說Bye Bye Bye 十乘十屆 今個夏天最貼身的mini travel guide 將記者心水推介 製作成旅遊收藏卡 讓你走到哪兒、玩到哪兒 立即去十乘十屆報道內下載